斩草除更可能吗? 总统川普13日发布最新短片 明确谴责国会骚乱及相关的暴力行动 并表示暴乱与他的执政理念和美国优先运动相违背 相信真正支持的人不会赞同暴力 漠视法计 侮辱国旗 因此呼吁示威人士遵从法律或执法人员的指示 他还批评社交媒体封杀言论 称对我们的公民审查 裂黑名单的做法是错误的 而且是危险的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相互倾听 而不是压制对方的声音 我们莫有办法完全同意川普说支持的人不会暴力 因为类似向社交媒体封杀川普的账号 已完全不给美国总统留一点尊严 虽然双方都有检讨的空间 但川普仍是世界最大国之元首 就算作为有点突兀 也不应该被如此对待 近二个月川粉受购了从大选业之后的不合理现象 他们心中的怨恨随住川普的抗议 沸腾倒置高点 加上危机意识 冲撞国会真的只是刚好而已 否则不晓得会发生什么更不可收拾的伤面 短片发出来的时候 国会众议院已使川普成为史上首位遭弹劾二次的总统 弹劾案以232暂成比197票反对获得通过 有10名共和党人加入了民主党的行列 参议员多数党领袖麦康诺表示 参议院要到1月19日以后才能举行弹劾审讯 届时川普早已卸任 众院举行投票前佩洛西说 他必须离去 他对我们所有人热爱的国家是一个显然极现在的危机 重点是共和党内部的矛盾已白热化 有人说麦康诺不满川普是从乔州的两位参议员失手开始 从何时开始已不重要了 翻开美国历史 从来没有一位总统被真正弹劾后下台 那位神魔川普胜不到几天了 民主党仍要苦苦相逼 共和党人竟也乐于配合演出 外界普遍认为 两大党的成员都担心2024川普的卷土重来 认为弹劾成功直接取消未来川普在担任公职的资格 不过 共和党有野心的人别沾沾自喜 取消资格是否违宪 将来有很大争议的空间 再者 目前看似四面楚歌的川普 仍然是共和党内最具吸引力的人 传统共和党人都仍强烈支持的 反而民主党人的急火攻心 就比较合理 他们想斩草除根 先拨掉川普有卸直总统的特殊待遇 把他详成平民在家一起做 最好是关进监狱 不要让川普行动自由 否则以他的影响力又富裕 每一个机构或个人 将来恐岂是难案 问题是这可能吗 甘乃迪总统和他大弟被爱杀后 最小的弟弟约翰甘乃迪一直在政坛活跃 川普总统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女婿他们都表现不俗 真要全部予以消灭 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容易做到 更何况是美国呢 为美国祈祷吧 后任总统拜登14日公布规模一 9万亿元的新冠疫情纾困方案 将向符合的国民直接发放1400元现金 将联邦提供的每周额外失业救济金 从300元提高到400元 并延长到9月 同时拨款加速分发和疫苗接种 资助州和地方政府 并获大代新福利 增加儿童退税 拜登是资深民主党传统精英 此时此刻他非常清楚该做什么 虽然他不赞成弹劾案 却也不便反对 无论如何 天意已定 我们都该为美国祈祷 也祝福拜登政府 如果众院的弹劾指控书 在1月19日交给村医院 村医院将在1月20日 总统就职当天下午 一时开始以煽动叛乱指控 举行弹劾审讯 同时又要确认拜登提名的内阁成员 批准他的提案 时间上将会相互冲突 民主党议员表示 已准备好同时做两件事 但很多反对弹劾的共和党议员 却很难配合拜登 这将让拜登上任后开始的关键 100天工作难度变得更大 FBI一份内部文件表示 全美国各州在16日至20日期间 以及华府于17至20期间 也许会爆发大规模武装示威 相信极端组织的成员也会参与歧视 不排除示威者同样以立法机关为目标 冲击各州议会或其他政府机构 目前有超过2万多名的国民警卫军 驻扎在国会山庄 以保证就指点礼顺利圆满举行 希望一切都否计太来 公道自在人心 现在每位举足轻重的政客 将来都会面对美国历史的审判 还原2020年的真相 事工事过不能以目前的现象而定 尤其是在发生了国会山庄的事件之后 至于历史定位的问题 在乎的永远在乎 只求全力管他将来遗臭万年的人 政坛大有人在 杜比德 2021年1月16日